新聞說中醫的也有用家的用家 剛才說過有個神醫 這裡有個神醫,信不信中醫的,可以嗎? 我這裡推出一個神醫給你,這個神醫能醫百病 武病,強身,有病的話醫病 這個神醫平時是不接客人的 只不過我今天已經配對到你,所以我就介紹這個神醫給你 這個神醫不需要介紹費,因為我是有他的熟悉 所以不需要介紹費 現在我就可能約你去到... 不是可能,我現在立刻約你去到那個山頭 其實神醫在山頭的深山裡面是在修憾 但是其實都可以幫你把一把物言 然後看看你的身體有沒有異樣 從而幫你治療更多你的身體,調理身體 剛才所說的,沒有病就強身,有病就醫病 大概是這樣,這些吧,一定是這樣 你出來社會原來你就熟了 已經有點傷心了 哈哈哈哈,為什麼錯了 我真的沒有遇過中醫 我沒有遇過,我通常一遇到我就很少跟他聊 老實說,因為很快就會知道 很快就會知道 很快就會知道他是這種... 傳銷或者銷售的那類 很快就會知道,因為你看他特別急 他說話很急的話,你會證明他不知道在急什麼 好像急到... 不知道第一次三句已經會交換Whatsapp 那些有古怪的 老實說,女生不會那麼主動 老實說,男生不會那麼主動 男生的話,我覺得也不會那麼主動 不過看下什麼 有其他目的那些可能就非常主動 一來就已經約你出來 哈哈哈哈